院長 還有各位委員同仁 我們現在在處理這一條所謂的弱日條款 我們把整個所有的精髓 所有的重點 處理所謂的工廠的輔導 全部把它放在這個弱日條款裡面 這個樣子的話 本席是難以苟通 今天不管你是十年 二十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十年以後 二十年以後 二十五年以後 我們的台灣的經濟的產業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的整體的發展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也沒有去做它的評估 我們可以回顧 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你把它訂定了臨時工廠登記 經過了二十九年 七千四百多家 你輔導了幾家 現在是倍數的成長 或許它是達到了十三萬家 可是你去輔導了它什麼 完全沒有 今天你用這個弱日條款 你去把它訂定下來了以後 或許你可以訂很多的法令 可是實質上 我們整體的國家的產業政策的發展 究竟是什麼樣 你沒有去把它評估出來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訂的國土計畫法 大家都還非常的熟悉 挑燈業戰 國土計畫法通過了以後 擺在那個地方 你完全沒有去利用這個上位的模仿 今天國家的整體的發展 包括土地的開發 包括各方面的建設 我們真正的上位的模仿 在哪裡 就是我們的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 以它為上位的模仿 結合我們所謂的產業政策的發展 然後再結合環保政策的一個配套進來 整體的開發 整體的發展 整體的保護 我們的國家整體的環境的整個的發展 這才是我們要的一個所謂的整體的有效率的政府 所以今天 你用一個單單純純的落入條款 20年 或許是10年 或許是25年 其他的配套看不見 那這樣子的話 只會造成未來讓我們更糟的環境而已 所以或許 你要是有違的話 你至少 至少卑微一點 你至少你要說我至少逐年的 我逐年的從5% 5person 10person 甚至於2person 我來輔導你 我讓你的工廠能夠轉型 我讓你有生計可以存活 可是我還是會逐步的讓我們的農地回歸農用 你至少有這一些的配套 整體的套進來 至少這個法令 還可以講得通 所以本席在這個地方 針對這樣子 單單純純一刀切的 這樣子的一個落入條款 無法苟同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蔡委員陪惠 蔡委員陪惠 蔡委員陪惠 不在場 下一位請陳委員數月 請蔡委員